今天是三居恒山里的年度晋三日 而李明穿着雨衣冰封五路 特别的是这一场晋三活动 还邀请到了恒山国小四五年级的学童 来一起为社区打扫 每年台电公司都会补助经费 给三只山区的四里进行晋三活动 今天是恒山里的年度晋三 大家一早在恒山里石林集合 飘着雨的天气 李明穿着雨衣冰封五路准备要出发 特别的是这场晋三活动 还邀请到恒山国小四五年级的学童 一起来为社区打扫 要为家乡社区环境尽一份心力 核电厂要补助我们这个临近的这四里 它的一些经费 所以我们每年都拿来跟恒山国小配合 来整理我们自己里内的环境 临近的给他打扫自己临近的这个环境卫生 那我们这样来就不用他走路走得那么远 这样分阻来会跟大家就会比他轻松 恒山里长表示每年都会有一次的晋升活动 因为恒山里为储山区幅员广大 这次将各邻里民分为五大组 以恒山里石林为中心来出发 加上恒山国小学生组成六队 要将山区道路与花布打扫整理干净 而里民也将落叶一并清扫 让街道变得一尘不染 其实我们恒山国小小朋友 我们一直在培养他们的一个品德教育 所以每年不是只有社区办理 每年都会参与 那其实我们本校也会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其实在这个晋升的活动当中 我可以培养孩子的品德 那也可以让他们是做一个公益 那最主要他们在从中去学习 如何去自我在生活上去实现他所学 这是我们一直来都参加这样的晋升活动的 一个最大的宗旨 恒山国小的带队官校长表示 每年都会跟着社区成员一起动手整理环境 孩子们也戴上手套拿着夹子沿路剪实垃圾 期待借由每一年一次为社区整理 为孩子建立好的品格教育 从小养成学习服务 并回馈社区的热忱 也体会到社区环境整洁 谁都不能置身室外 记者杜明汉三支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好